前天國造泄密案正應延燒 國民黨立委馬文軍被前海軍顧問郭喜 指涉泄密 國喜在廣播專訪的時候 說願意和馬文軍當面對職 而國防部長邱國正舟表示 不揣測哪一個人可能泄密 一切遭有法來界定會比作公平 國民黨議員徐僑馨是公布了錄音檔 揭露郭喜威脅韓國顧問的內容 並強調檔案有送第三方檢驗 沒有變造剪輯 要國喜出來面對 國民黨立委馬文軍遭指涉及前建國造泄密案 目前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股方部長邱國正表示 不揣測哪個人泄密 一切遭有司法 對於馬文軍被質疑 拒簽保密協議 邱國正表示 機密資料擺在那邊 立委查閱一定要簽名 簽名的行業在於告知 只是立法院不向國防部 並無一張紙是所謂的報名協定 而國民黨議員徐僑馨上午公布 錄音檔揭露前海軍顧問 國喜威脅韓國顧問 錄音檔中有名男子自稱國喜 不滿對方開公司排除自己 語氣激動不斷標罵 談話內容更提及合約終止 以及另外找別的前等敏感字句 徐僑馨強調錄音送第三方檢驗 並未變造 要國喜出來面對 我送第三方的公正檢驗 告訴我的是 這個錄音檔 沒有經過簡介辯造 六個月前文字稿都出來了 有什麼好公布的 我每天被他們插一刀 插一刀 其實怎麼樣的 啊一個啊這樣子 對不對 有什麼關係 國喜則在告馬文軍 表示願意當面對職 更透露前件國造小組 召集仁皇席光 透過現役軍人朋友 轉達國喜 可不可以到此為止 因為此舉恐影響權案 畢竟還有後續檢要進行 記者華曼陳柏越 台北報導